谢谢白鸳姐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好 这次新闻开始 我们先带你来一句交的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去年提出的这个补充预算法案内容涵盖了 跟我们台湾是有一些关系的 好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这么大一笔的包裹法案里头 涵盖的是援助乌克兰以色列 还有对台的军援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们的内政的部分 就是要强化美墨边境的安全兴奋 但没有想到这个法案呢 在7号表决的时候 因为共和党的强硬派的阻挠而遭到封杀 总价值是高达1180亿美元的包裹法案 经过参院投票之后 是以49票的赞成 50票的反对都没有过半 没有通过 好 里面的细项包括了援助乌克兰 是有600亿的美元 那援助以色列是有141美元 另外援助这个美墨边境安全的部分 这个是防卫性值 是有202亿美元的预算 另外包括了印太伙伴的支持 这是也有在台湾在内 是有48.3亿美元 当然这个法案现在卡关 这也使得美国援助 两个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还有乌克兰这样的立场 对于拜登来说是蛮尴尬的 因为现在出现了危机嘛 好 此外呢 这个美国的两党参议员 在进行的是新一轮的紧急会谈 就外援方案展开进一步的协商 那这个比较有争议的也就是共和党 他们一直都采取比较强硬措施的 边境协商的这个部分呢 先把它剔除之外 那就外交的部分来做进一步的协商 那现在根据的另外一份最新的报告 可以看到呢 众院外国军售老虎小组 发现说对台军售可能会再持续的延宕哦 因为光是台湾就有19项 美国国会批准的军售案 必须要等到2027年或者是之后 才有办法交付 总金额恐怕是高达了220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6897亿元 而就在这个俄乌战争呢 即将满两周年之际 那除了这个原污方案卡关之外 这个军事这个战略部分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动呢 来看到这是乌克兰 他们军方高层人士出现了大变动 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就宣布要撤换 原本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鲁兹尼 有原本地面部队司令来接任 未来这个新的换将 新率上任之后 有没有可能对于整个 这个俄乌战争的局势 有造成一些变化呢 当然是后续值得关注的部分 而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6号的时候 接受了美国的媒体福斯新闻 主播卡尔森的专访 普丁他现在首度表态 对于俄乌战争 他有什么的看法呢 他说俄罗斯对于波兰 拉脱维亚 或者是其他地方 都是没有兴趣的 他无意扩大军事行动 我以及为了所有东� 云战争 其他传组 只有万条 是 because we have no interest in poland Latvia or anywhere else 为之后 我们不确再 这 不过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现在是受到西方各国家的制裁 但是跟中国大陆的情谊 似乎是越来越稳固了 因为在昨天小尼夜的时候 中俄元首在8号下午互通电话 互至新春问候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向俄罗斯总统普丁 就强调双方要密切战略协作 捍卫各自国家的主权 安全跟发展利益 普丁他也重申恪守一中原则的立场 而习近平也强调在过去一年 自己和普丁见过两次面 达成非常多重要的共识 双方一起经历过许多风浪的考验 而展望未来中俄关系 面临新的发展机会 普丁他也强调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准 在去年俄中各个领域合作的成果 是非常丰硕的 期盼和习近平持续保持密切的交往 好来看到的是现在台瓜 邦誼有可能生变吗 因为先前呢 有非常多的说法指出说 这个瓜迪玛的新任总统 可能是他会采取跟中国大陆 维持经贸关系这样子的立场 而现在瓜国的新任总统 阿雷巴洛在上个月宣示就职之后 8号他首度谈到对台问题 他做出了一个表态 他表示会持续和台湾维持邦誼 但是同时他也会对于 跟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 保持着开放的立场 在台湾维持续和台湾维持续 阿雷巴洛他重申 瓜国会维持和台湾的邦誼 但是会寻求跟中国大陆 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 其实先前瓜地马拉的外交部长 他就表示说 瓜国正在考虑寻求 和中国大陆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 要帮助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品 找到新的市场 当时就引发台瓜邦誼 有没有可能生变这样子的疑虑 不过现在呢 瓜地马拉总统他的说法 也是他上任之后 对于台瓜关系最明确 最正式的一次表态 而美国总统拜登呢 其实他的身心健康状况呢 一直以来都引发了外界的疑虑 在台湾时间今天上 他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 他特地要反驳的是 特别检察官 指出他记性不好 而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其实CNN的记者就说 很多美国的民众都很担忧 他年纪相当的大 好 说到此事 其实拜登非常的激动 他说呢 这是CNN记者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评断 双方你来我往这个火药味 可以说是相当的浓厚 一下来看 我现在已经有点兴趣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兴趣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有額外的不調 精準確的 ull 或許 保養 更 就 有